熊站 领军 带着大猫熊 马来末 黑角企鹅等等五宝宝搭乘捷运列车 邀请民众一起游台北 可爱的彩绘列车即日起到明年3月15号 在文湖县发车 疗愈民众的心 有三个月的时间 它会往返在我们动物园 文湖县 从动物园到南港车站 那整体上能够让民众能够从这个彩绘列车上面 去认识我们动物园 这些稀有的动物 那尤其在这段期间 除了元宝之外 还有其他的很可爱的动物都出生了 所以全部把它彩绘在列车上面 然后让民众能够更加的认识 我想这段期间的疫情的关系 所以整个观光旅宿业的确都受到影响 那虽然说 台湾进入了秋冬专案 我们一方面还是要把防疫工作做好 像所有人都戴上口罩 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日常的生活 观光的旅游 还是可以兼顾到 所以透过这些活动能够吸引更多人来 车厢上面还是有很多台北市 一些大型活动指标的icon在上面 目的就是希望说不是只有 在这个时间来 除了玩猫空跟大猫懒 看这个猫熊宝宝之外 也可以一并的 我想在这个时间内 还有像台北灯会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活动 还有跨年 所以今天开始一直使 行驶到3月15号为止 中间有很多还有花季 所以我们很多活动都 跟今天的彩绘列车的主题 是合并在一起的 藉由捷运彩绘列车 结合猫空 猫懒和动物园捷运景点等 希望带动北市景点人潮与商机 此外 悠悠卡公司 也特别发行圆报悠悠卡 以及周边商品 让民众搜集圆报可爱模样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中间开始为期3个月的运行 时间到明天的3月15号